我中间播了个小插情 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笑的一件事 我前段时间在玩一个游戏 然后呢 那个游戏 就是要五个人组队打副本 然后呢 因为我是队长 所以我是一楼 然后二楼的那个小姐 二楼应该是一个小姐姐 然后我们就打副本 那个当时打的是六级 就已经就是很难打过了 然后呢 二楼的小姐姐呢 就非常的想去打七楼的副本 然后我就说不行 很难 她说那就等一个奶妈来吧 我说奶妈不会来 就开吧 她说那好吧好吧 就听你们的吧 然后呢 因为中间有一个goss 她会放一个大招 boss上招的时候 就躲在一个圈圈里面 不然就会就职业就是会over 然后呢 那个四楼的那个就整天 我就觉得她打了几次 你每一次都不躲那个招 这还是怎么了 然后我就说 哦服了 四楼你是怎么了 你不会躲招吗 然后各种的就说 好了好了 快点开吧 速度速度 然后呢 那个三楼就说 哎呀 二楼的是小姐姐吗 然后二楼小姐姐说 哎呀你怎么知道呀 她说看你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呀 二楼小姐说 哦是吗 然后过了一会儿游戏结束了 副本结束了 三楼的小哥哥就说 小姐姐你美吗 然后我就说 我最美 我最美 然后三楼小哥哥说 一楼你给我闭嘴 一听你就是个男的 我当时我在手机前 我都傻了 什么 为什么我是个男的 我这么爷们吗 一楼你给我闭嘴 一听你就是讨老爷们 然后这个三楼的小哥哥 我就继续聊二楼的小姐姐 哎呀太好笑了 然后我就离开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现在就有另一楼 我现在就会上 我现在就会 我现在也不卖 我现在就会 你不卖 谢谢大家